現在我們要來介紹一下如何使用Android手機來下載應用程式 首先我們看到Market 然後在App的地方去做搜尋 我們要找的是Text-to-Speech 然後呢可是我們要Chinese OK好現在我們看到這裡 我們選一個Chinese Dictionary 在這地方呢我們寫Download 現在它開始下載 好下載完了呢我們就可以把它打開了 Open